台湖市长胡志强在这次选举中低空略过 他的一句我走路比徐忠雄好看 此话一出立刻被当成了剑靶 今天批评他的是自家人考试院长关忠 他说公务人员没有随便说话的自由 就算徐忠雄是他的好朋友不计较 但是徐忠雄是身杖人士 用这样的比喻就是失言 那胡志强是职业外交官出身 他一向被推崇很会说话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也失言了 我走路如果不好看 对不起啊 好像比徐忠雄好一点吧 就是这一句话让台湖市长胡志强 成了剑靶被批讲错话 徐忠雄从来没有介意我跟他这样讲啊 怎么会被人家感受到不欲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只是跟你讲说 我看他走路的样子就推断他的健康 你有什么证据觉得我健康不好呢 胡志强说自己没有恶意 但是考试院长关中却说 公务员没有随便说话的自由 要谨言盛行 还强调或许徐忠雄是好朋友 不会计较 但雄雄是身杖人士 拿拐杖走路 用这个做比喻就是失言 把这个话剪断 对不对 然后好像引起官院长都说 哎呀那这样的比喻不当啊 我不会介意啊 我完全不以为意啊 因为我当时最好 我爬过义山登过乌士山 好朋友真的没有再计较啦 只是胡志强这边金口一开 大家都听得很仔细 就连官院长也听到了 外交官出身胡志强 还当过新闻局长 说话艺术正门客 他一直都是自由生 好几次尴尬的场合 都用胡适幽默化解了 没想到这回 也进入了失言名单之一 专闯人家新方品文 台中采访报道